我饿了一天了快 现在已经三点一刻了 五点九 中间就吃了点 糖炒栗子 瓜子 还吃了点姜片 刚测血糖五点九 您又做这么一大锅 哇你看他做多棒啊 他做了就 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了将近 他在厨房 我不知道他干嘛呢 菜呢 我这找菜呢 我喜欢吃菜 这老鼓动了肯定是 老家具 过去的家具 老屋子 我们走进了一个庙里 茶间 我们遛弯 遛到了一个庙里面 没人了 这是茶室 这是一个龙头 大龙头 这庙都成茶室了 你看这家具 也够老的了 都发霉了 够老的木头都糟了 他们在干嘛 发现了一座庙 这庙里面的 蜘蛛寺 大家好 我是蓝了 现在已经晚上九点钟了 怎么说呢 现在我感觉做视频 不像刚开始那样了 就是比较轻松 就是有点压力 为什么呢 其实也是来自于这个网友啊 因为有的网友呢 就喜欢看我聊一些家里面的事 比如说孩子呀 老公啊 父母啊 那我的这个视频的垂直度呢 就是这方面的 但是呢 也有人说 你看 是吧 你这个暴露家庭隐私 什么事都等于是 看的人这么多 不是说你跟朋友 或者若干人在聊天 等于你在面对 是吧 我的粉丝也十多万了 加起来 然后这么多人 你不能什么都说呀 你得长点心眼啊 对吧 你这次说话没把门的 我说那我就 别说家里的 说点什么 你随便看点什么 你聊聊别人的故事 什么什么 是吧 那都是清华夫妇的 是吧 那个不管是被拳头打死的 还是开枪打死的 是吧 这不是也是热点新闻吗 要不你就聊聊老年人的话题 是吧 老年人找老伴的 这在别人要一讲嘛 这都是爆款 是不是 谁不希望播放两高啊 谁不希望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啊 对吧 那我就 也蹭蹭 不行 你的垂直度 就是你家里这点事 你说别的 就没有完播率 别人也不爱看 要在以前呢 还能哈 哎 你聊聊其他的呢 还是有人看的 哎 现在 就是看你视频的人 都习惯了 听你说这些 加上里短的 所以你说了 就是你抛开这些话题 去说别的 看的人还不多 所以还挺难的 哈哈 那你讲家里这点事 其实也是老百姓普通的 就是 每天都不一样 每天都不一样 因为我呢 就是 虽然呢 不像人家 出去什么 见个朋友啊 见个亲戚啊 或者 怎么怎么样啊 出去玩啊 或者 郊游啊 因为家里有一堆事嘛 然后也加上 这个房子 腾退啊 收拾房子啊 什么的 所以拍自己的生活 其实要拍 也是有的拍 哎 就是 比较矛盾哈 你 你拍 夫妻之间多了 是吧 也是 太透明了 啊 你儿女呢 现在都工作了 也不好多说人家 对吧 这毕竟也是人家的隐私 就比较难 哈哈 比较难 也加上张哥最近 老在这边 还为老被跟我捣乱 真的影响我心情 刚才也是 孩子不是长包吗 人家现在呢 去做治疗了 做完治疗以后呢 家里有一个亲戚 他是开美容院的 所以呢 孩子想问问 问问那个亲戚 像他这种情况啊 结巴了 怎么怎么到的 那我就觉得 哎 去问吧 正好人都干了几十年了 肯定有经验啊 因为他找的这个医疗机构 他不太了解 咨询一下 有什么呀 那张哥就 哎 你妈傻子 你妈就是什么也不懂 这都是骗人的 你不要相信这些 然后就跟孩子在那 诋毁我 诋毁他那个亲戚 开的美容院 然后就诋毁这些 都是骗人的 然后就开始 跟他闺女说 你要保持平和的心态 你要该吃吃开喝喝 你不要把这 老盯着你脸上的包 你越盯包就越多 谁都知道 平和的心态 那人家是吧 心态好业不好 人都不长包 他长包就随我 我年轻时候 就长了一年 特别厉害 这都遗传 看一看 反正我当时就是 也是到处去看 美容院做美容啊 都有 那会儿 我们那个几十年前啊 做美容就一百多块钱 我都为了这张脸 也挺舍得花钱的 但最后啊 找了好多家 但最后找了一家 就是人家里的偏方 专门他自己配的一种药 抹了就好 就是老得抹啊 就跟擦脸油似的 还有我闻的里面 有芝麻酱的味儿 啊 就是一小瓶一百块钱 就好了 这就是有兵乱投医呗 那我还是相信 能够医好 那么老张就觉得 这心态不折达的 刚又怕他生一股子气 我一两血压又一百五个 就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总是吧 你说东他说西 哎 就是愁死个人 没办法 不说不说 又说去了 是不是家家都这样 行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吧 洗洗睡了 好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